中文字幕——YK 完成创作的 离开延安时 他是个二世出头的革命小战士 而这次重回延安 他已经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大作家了 岁月虽然匆匆而过 贺景之心里对延安的感情 却始终没有变过 因此当会议结束 大家准备办个联欢会的时候 贺景之主动提出 要为延安献上一曲送歌 当时我就说我要去唱 就用这个新田油的调子去唱 在晚上就突击地写 一边哼哼着 一边写着 一边流着泪 一边兴奋得不得了 热泪不是冷泪 本期口述人贺景之 生于1924年 现代著名诗人 剧作家 曾任文化部代部长 代表作有歌剧白毛女 诗歌回延安等 我的真正的生命 就从这里开始 在我亲爱的沿河边 在这黄土高原的摇洞里 1956年 在长篇抒情诗放声歌唱里 贺景之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再一次将自己的名字 与延安联系在一起 这位诗人 剧作家 生于山东 但一生中反复歌颂的 却是延安 这一切还要从1940年说起 他的故乡山东省 已经沦落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跟着流亡学校 和景之辗转于湖北 四川一带 在这个过程中 延安这个地名 不断地在他耳边响起 我在没有离到家乡以前 从那个晋步老师呢 小学老师呢 就已经知道延安 知道红军了 所以就跟这个延安去了 那就是光明 就是自己的个人的出路 跟国家的命运 这是联合在一起的 我们国家 向哪个地方走 哪个地方有光明 这是第一位的 1935年 红军长征来到陕北 1937年 党中央进驻延安 自此之后 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延安 变成为无数进步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 到延安去 是许多进步青年 尤其是流亡学生共同的心愿 在贺景之跟同学的交往中 去延安也是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 学生的活动 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助力 那时候我们看书和世界的进步同学 进一些活动就受到监视 我们的虚语主任已经就给我谈话了 我们的虚语主任是我小同乡 他说 你这个孩子也跟着他们跑啊 你知道吧 他共产党 他那个锅里的 他有多少饭呢 他那是小锅 我们这是大锅 你不要跟他们胡闹啊 我告诉你 威胁不但没有使同学们退却 反而坚定了他们的决心 一九四零年三月 贺景之和三位同学离开四川 辗转半年 终于到达延安 心口啊 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啊 莫把我眼睛挡住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三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 就在这里 第一句到延安去的话 那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看到的就是 在这之前呢 七月杂志上 发表了这个鲁梨的一首诗 一首祖诗 叫做颜河散歌 那里面他描写那个延安的窑洞 整个那山上就好像一艘军舰一样 我一去我眼睛一看到 那活不其然的 就首先是看到这个 还有宝塔山的什么这些的 这当然是 就觉得这个眼前就模糊了 哎呀这就是延安啊 就是延安的就是来不及细看了已经是 那时心脏就开始跳起来了 后来延安一看就宝塔山了 跳得厉害了 如果说到延安是实现了贺景芝的第一个愿望的话 贺景芝的第二个愿望是考进鲁迅艺术学院 文学是贺景芝的爱好 在到延安之前 他就在报纸上发表过诗和载文 到鲁一身造 将革命和文学梦结合起来 使他深埋于心中的理想 到延安没多久 他就找到了鲁一文学系主任何其芳 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没想到 却被何其芳以年龄太小为理由 婉拒了 他后来就明确地跟我讲 他说你这三家哥哥就很好 你这个小鬼 你家的出生很苦 追求革命 这很好的 到了延安就到了革命大家庭了 你在这里 不能在这儿学习吗 我们帮你送到清安校去 有个青年干部学校 送那儿去 你放心吧 我想我就知道我就考不上了 后来说为什么又 又录取了我了呢 那个何其芳同志叫我们的系主任 他第二天是第三天 就到了文学系 后来那同学告诉我了 他说何其芳同志来了 给我们说了一个事 说我昨天考了一个学生 我看他修养不够还不行 文学知识不行 后来我又他走了 我看他送了我的石构作品 那个就是我在 从四川到延安区的路上 写的那个一个祖诗 他说我看他 还有些诗的感觉 所以我就收了他了 那就这么一句话 这么一件事情 就决定了我以后 在革命队伍里面 我看他说我看他